喔 野獸開始做的 可是它顏色會一模一樣 不能有漸層 也像一模一樣 它只能畫形狀 但是它就是平面的 對 它會是平面的 看起來是2D 可是它很重視造型 我這樣造型可能還不喜歡 譬如說它可能會這樣畫 你覺得這樣很虛偽啊 很虛偽啊 那個最有名的作品就是 馬蒂斯的舞嗎 誰 舞 跳舞的那個 喔 紅色的人 手天手 對 紅色的人在那邊跳 跳舞 很變形的人 交叉啊 都變平 很像 馬克斯 馬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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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像那個 埃及地畫的那個感覺 但是它比較有動態的效果 你們找一下馬蒂斯就知道了 對 它就是這樣 它的畫就是 因為它是那個很重要的一個 那個野獸畫 很重要的 畫家 馬蒂斯 大家找馬蒂斯就知道 我們在講哪一位畫家 所以它有可能會胖胖的 有可能會瘦瘦的 這是這樣嗎 對對對 對啊 就是這張 它不會有硬體感 也沒有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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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而已 可是它還有動感 對 它其實很重要的是造型 那當然 野獸畫的形成跟它的 就是淵源會有一些關係 因為那時候它就是後面那個 那個 印象派興起之後 然後他們想要再弄成一個 新的一個派別出來 這樣子 所以又開始把別人 油的空洞去掉 變成馬蒂斯 沒有見證就不用扭射 對啊 是用很顏色就好 不用扭尷射 因為它其實就不要 就是它一直是說 你們講的什麼立體感 什麼光影 我都不要 就不要這些東西 就是很純粹的東西存在 所以他們畫起來就會變這樣 就會變這樣 所以他們在第一次展覽的時候 就是 亂畫 就是沒有沒有 他們其實那個主意已經形成 可是他們並沒有 說他們叫瘦犯 然後他們展覽的時候 就變成說 展覽在那個藝藍裡面 那 裡面有一個雕像 好像是多納泰羅吧 還是那個多納泰羅 還是誰的雕像 然後記者去就諷刺他們 還是說 多納泰羅被一群野獸包圍 後來他們就叫野獸汗 就是這樣 會實際是有點在諷刺他們 可是這就變成他們派別人 對 是這樣 所以 就是 講這個就覺得還蠻好玩的 就是 知道他們那個 故事 對啊 對 對 因為有些 派別的名字 不是他們取的 是別人取的 對 有點幫他們取的 就跟印象派一樣啊 這也是別人取的 對 喔 不是 印象派是因為那張畫 後來大家就說 啊 這就是印象派嘛 其實都是有點 嘲諷的感覺 然後結果就定定了 他們就會變這樣 沒有立體感 那像這種還要畫眼睛怎麼樣 沒有啊 不用畫 都不用 就變成 但是造型有點困難 他的造型不是我們講的那麼簡單 你看他造型就知道了 其實是 我覺得是非常有藝術感 但是也不用抓人子 那個 那個構造型 就不用抓人 抓人 他其實沒有 他就是一個美感而已 他就是一個美感而已 例如說你的動態 你要怎樣 你自己擺他在動態裡面擺不出來 因為他的動態有點奇怪 就是 還蠻有趣的 所以 你只要專注在所謂的造型 色彩的配合 就這樣子而已 他沒有其他的 他也不要光明 他也不要立體感 他都不要 就是這樣 所以 你也可以這樣畫 他有趣的 對 其實是蠻有趣的 那當然 每一個人 適合的那個 狀況會不一樣 這不是說 你 像你如果是對於造型 或者是說 你想要畫這種東西的人 那可能這個派別 就會很適合你 是這樣 是如此 所以 有時候 畫圖的 應該是說 除了我們 講的這些東西以外 因為我們現在 叫的東西是很基礎很基礎的東西 我怎麼這麼說 就是把那個 光影啊 這些東西 做給大家看 那你這樣比較容易知道說 我們在學習過程當中 要做的一些是什麼東西 但是實際上是很基本的東西 那接下來 所謂的藝術發展的話 那就要看你喜歡什麼樣的流派 那每一個流派 有他的精神所在 那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當然藝術史上面都有寫 你可以去看 你只要可以 抓住他的重點 你大概可以加入那個派別 對啊 看你可不可以開三組詩 再創立一個派別的出場 那你當然要有一個中心思想 就是說 你想要 到底要主張是什麼東西 是這樣 那你有辦法做 你大概就會知道 那我講 馬提斯那張作品 當然是 因為他是野作派的始祖 就是他是第一個 講 提出這樣理論的人 但是 化派的名字是別人取的 但是他的理論是比較提出來的 就是 純粹的造型跟純粹的色彩 類似像這樣 那你就記得 那他關鍵給你就只有這樣 當然就是說 色彩部分也不見得是平圖 就是紅色 那就是紅色在裡面變化就好 你不要有什麼利益感也不用 不需要去思考這個度 沒有光影的問題 也沒有光影的問題 你不用去想說 光從哪裡來 你都沒有這回事情 他重視的就是色彩的配合 還有造型就是這樣的 類似像這樣 那如果說 他也可以演變成什麼 像 那個 未來主義 那個就是 變動態型的 他的腳變成是 慢慢的張開 慢慢的張開 有點漸層張開 那 他的衍生就會變成什麼 那個 腳好像抬起來這樣子 變成這樣 抬抬抬抬抬抬 變成未來主義 就是進行的動作 就是這樣 所以 你如果知道那個派別是怎麼做 那其他人就攔不到你 對啊 那其他東西就是我們一般學習的畫面的技巧 就是這樣 這樣可以理解 就是說 因為這個 這個 藝術派別還蠻多的 所以 所以 我覺得水彩比較沒有複雜 但是油畫就很複雜 因為他的這個太多太多了 多到你 有 有興趣的話 禮拜六日去畫廊博覽會看一下就知道了 裡面你都看得到 因為這些派別還是有人會畫 都還是有人在畫 對 所以 可以去看看 那當然 以目前來講 比較流行的還是當代 當代會畫 當代會畫 所以 會有就是 比較 抽象形式應該是居多 抽象畫應該是居多 然後還有所謂的那個 裝置藝術這一類的 富兒媒材這一類的還是居多 所謂的純平面會畫 可能比例上沒有你們想像中那麼多 對 但是可以多看 像 抽象好像多畫面 對啊 都 好像 因為他們覺得現在 就是抽象 對 的那個 就是你要畫抽象會比較合乎現在 現在的市場 對 當代 當代市場 對 如果你畫平面會畫 但是沒有新的 主張出現的話 那他可能就會認為你是 舊人 舊師 一般來說 可能會這樣子 但是 事實上也沒有關係 反正你喜歡畫就好 總有一天你會 進階 那進階進去 你可能就會有你自己的思想 跟你想要 表現的一個手法 因為你不見得要畫我們 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我們會通稱 我們是印象牌 所以有人問你說你在畫什麼畫牌 你就說印象牌就好 因為我們都是屬於印象牌的意思 就對了 對啊 準備你今天就是說 像這樣子 你就說 那我是 野獸牌 他就問你什麼是野獸牌 那像很多人都不了解 他就會覺得說 你不是很解釋的 他就全部說你是抽象 可是他其實並不了解 這個根本就不是抽象會的話 抽象會的話 是那種 就是沒有心理的 那這個就叫 野獸牌 那如果是像 畢卡索 他們就說畢卡索是抽象會畫 畢卡索是立體派 他不是抽象會畫 那是不一樣的東西 有沒有 你就會知道說 這個派別到底是什麼東西 例如說 像古古藝術 那個 安迪羅浩的那種 那是用印刷的 馬力聯盟路那個頭 那個頭 對 人家也說 你就是抽象畫 不是啊 人家明明就是普古藝術 但是不了解的人 他只會定義所謂的 具象會畫 跟 不是具象他就全部把它推到 抽象會畫去 那事實上並不是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是學戲畫的 那你可能要月之一二 好 就月之一二 因為這個都會 可以讓你們運用 我是覺得你們 都可以讓你們運用 所以在畫這個過程當中 事實上 我也比較不會說 把大家鎖在所謂 印象派的範圍裡面 我們當然學習的是 印象派沒錯 因為我是用這一套來 跟大家講這些東西 可是當你在畫的過程當中 你還是可以畫很多東西出來 所謂你想畫立體快也可以 你想畫立體快也可以 你想畫立體快也可以 但是 我們可以針對這個東西 再跟大家做講解 然後 或許你們也可以去畫這個東西 那 有空的話 可以看一下那個 素食 你不要從最同 從同學開始看 因為 從頭開始看 一般開始睡著了 真的 我跟你講 你不要從 你不要從那個 最早的那個什麼 什麼 希臘 希臘 你不要從那邊開始看 其實那邊還蠻簡單 可是看那個你可能會 因為他那個 可能你會引不起興趣 但是其實你那個也很好看 因為你要可能要從希臘跟 埃及藝術那個開始看齊 然後才進到所謂的文藝復興去 這樣他才有慢慢的進階 然後接下來就所謂的那個 那個 巴洛克 然後洛克克 然後什麼自然主義 跟什麼 哇 那都還簡單 後面才真的亂 進到印象派才真的亂 那我建議你們從印象派 開始看齊就好 對 印象派那個 就會被 就會被 定成所謂的 近代繪畫 所以近代繪畫的起源 就是印象派 所以你們就從印象派 開始看齊就好 那接下來 所謂的當代繪數的分段 就是普普 不是 就是達達繪數 就是達達繪數 所以你在進程 再再段一段就是達達 你從印象派往前切一半 往前 就是古典 然後接下來印象派切過來就是近代 就是 你 那個近喔 就是 古典近的近代 近代繪畫 然後 也有人說是現代繪畫 也可以 現代繪畫也可以 就是我們現在在畫的 我們現在在畫 可是古典繪畫還是有人在畫 還是有人在畫 而且還 為數還不少 為數還不少 因為還是很多人很 就是 很喜歡 那個 古典繪畫的那個 感覺 就是所謂的 那個 就是 我們現在在 念的那個就是 那個就算古典繪畫 那個就是 其實這只是畫法上面 就是那個畫法 叫古典繪畫 好 那 你那個 現在畫 從印象派之後 它分枝會超多的 超多超多超多的 好 那個 野獸派就算在中間那一段 那一段 那接下來就後面那一段 就是我們講的 開始有很多 就是從達達藝術開始 就會有很多 很奇怪的東西 沒有跑出來 像我剛才講的那個 普普藝術 歐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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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些我們 不能做 也不是不能做 就是 除非你要藏地 對 你叫一個工廠 你就可以做 我們那個 要一個 油機桶在那邊摔 不是不是喔 那個還好 那個都還好 你要做一個 光圈可以這樣 等等等等 轉過一個圖形出來 那你怎麼做 對啊 你沒有像大哥有這種機械的基礎 你要怎麼做 對啊 你沒有那個 概念 馬達那個轉動概念 請問你要怎麼做這些東西 蘋果萬兜啊 就是 後來就是所謂的 現在很多人在做的那些 裝飾藝術 裝飾 不只是 冷氣 對啊 你家沒有工廠 請問你要怎麼做 那大家有工廠 對啊 你可能可以 你可能要住一個這樣環境 然後裡面都堆滿了那個 什麼 車床 要不然你要怎麼做 焊接用具 不然你怎麼焊 就是你可能就要那些工具 找代工 找代工也可以 可是代工 你要能理解 你要做什麼 你做代工 在旁邊 不是這樣 這比較費一件 車子 對啊 沒有啊 就是說 你可能要有工具 那你就可以做這些東西 我這次真的被那個 裝飾藝術搞瘋了 那就一定 那個位置一定要兩邊對稱 我說 我就不想對稱 你為什麼一定要 把我做對稱呢 他說對稱才好看啊 我說 我就不喜歡對稱 你就把我 這位置在那邊 對 那結果咧 如果他們的觀念就是這樣 對啦 他們觀念會是這樣 可是你比較能溝通啦 很難耶 那結果咧 我們最後就說 我們的審美觀很好 有工作 而且他有照著你做嗎 一定 你知道嗎 可以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是去那個 圖書館 借西洋美術室回來看 那你就放在床邊看一看就可以了 想睡覺每一天看一兩夜 也對 一打開就睡著 我不要逼上去囉 專制失眠 對 對 對對對 不過我跟你講 你只要不要從 從那個最早開始看 你基本上是不會想睡 因為後面很精彩 後面那段其實還蠻精彩的 可以幫忙看 裡面啊 裡面講講很多東西 因為前面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很流水性的記載 可是後面我講就會有很多 像這麼記得的嘲諷啊 像這個東西 那你可能會覺得比較好 比較有興趣 對啊 那當然 如果 如果不看正宏的美術 可能 像有些就會說什麼 誰跟誰不好啊 那個可能就會沒有興趣 對啊 例如說 文藝復興三雄 很用 互相的那個 對啊